为重振原住民体育项目还有传扬传统文化 全国原住民族文化及体育发展协会在8号晚间 在水源社区活动中心成立了 首任理事长张根生表示 未来会举办各项体育赛事及月舞文化技艺推广 要保持族群的融合 全国原住民族文化及体育发展协会 8号晚间在水源社会发展协会中心成立 首届理事长张根生表示 协会成立的宗旨是以多用文化体育发展为目标 发掘部落青年体育项目 推广云住民族各项文化保存族群融合 我们成立这个协会主要是全国性的一个协会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很多一些问题都还在持续发生 所以我想说成立这个协会 全国性的一个文化技体育发展的一个协会 我看到我们这个部落在体育设施方面 尤其是硬体设备真的是反馈比人家弱后 所以我们才会成立的一些年轻人的加入会员 来加入这些把我们部落的问题 再希望透过上面或者是上级单位 能够重视我们基层的地方 重视我们地方建设 理事长张更生表示 相当感谢立委吴立华 人民会套路各族族群委员高伟宜宁 和朱棣助理共同来洗漱办理 协会也会带动全国民族民族各项文化体育赛事 营造快乐幸福的好家园 记得就关注视频道 一集研究 victim